近日,肖战的照片登上了他的母校重庆工商大学的优秀校友榜,这本来就是一件值得所有人都高兴的世界。 内鱼之中,很少有如同肖战一般的人物,这是一个走完了普通人完整的求学路,从幼儿园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都安安稳稳地上完,并且经历过社畜时期,这段悠长的时光中,肖战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,没有学校片场两头跑,不会有摄像机来记录他的校园生活,他就如同所有大众一样,过完了他的学生时光。 而这种经历,在内鱼之中,可以说是没有过的,这样本该平淡过一生的大男孩,在毕业工作两年后,他组娱乐圈,又在混迹三年后,成为娱乐圈当红艺人,如日中天,虽有磨难,却终究化解,并且一飞冲天,如今的他,说是顶流已经不足以形容了。 就这样一个优秀的艺人,他的母校将他评为优秀校友绝对不过分,因为肖战,重庆工商大学,成为多少学子梦寐已久想要考取的学校,期待着与肖战成为校友,是他们的目标。 感受肖战曾经上过的教室,吃过他吃过的食堂,本事皆大欢喜,却偏要有人恶语相向。 自从肖战在娱乐圈中小有名气之后,总会伴随着对他学历的嘲讽,觉得他念的是三本末流,而这声音随着肖战名气的增加日渐猖狂,即使辟谣了无数次,却依旧有人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。 固执地认为,肖战学历不行,而肖战是正常高考考上分数线读的大学,艺术学科的满分是300多分,而肖战考了270分,已经足够高了,文化课分数线与艺术生本就是不一样的。 末谈往昔,只追未来,肖战的强大不是黑粉可以造谣的底气,谁的成功不是努力换来的?肖战的曾经,沉稳而又辉煌,那是不在聚光灯下,却依旧能够被聚光灯报到的优秀。